拜科技发展之刺 电脑层在许多办公室不可或缺的一项标准配备 其重要性如果与厕所相比的话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这么讲并不是夸大哦 想想看 如果叫一个人在电脑上拉屎 虽然有点匪夷所思 可是并非绝无可能 可是叫一个人用马桶计算3453928485 乘以9098348472等于多少 或者用厕所里面的卷筒卫生纸设备列令一份财务报表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办得到吧 所以许多公司虽然用不到电脑 但往往也会买一套两套电脑供奉着 以免传说中曾经有公司因为没有电脑 而痛失阴才的这个惨痛教训呢 再度发生在他们身上 嗯 您要求职啊 好 这是公司的人事资料表 请你先填一填 不好意思哦 张主任 在我填这份资料表之前 我能不能请您先填这份设备资料表 好的 请等一下 我们这个办公室 有影音机 有饮水机 有这个 有那个 呃 填好了 你可以填人事资料表了吗 呃 等一下哦 你这份设备资料表 你好像没有把这个电脑设备填进去耶 电脑设备 就是那种常常会当机 让员工能利用重开机时间 上上厕所啊 倒背开水 甚至打打麻将那种机器 你不会不知道吧 呃 是是是 我当然知道 可是我们公司用不到电脑 是哦 呃 那请我先回去 呃 你呢 就等候通知哦 如果贵公司被录取了 我再通知你啦 当然这句话本来应该是主管对求职者说的 哦 翻译成百话文 人的意思就是 诶 蠢蛋 我们不会录用你的啦 带着你的履历表 快滚吧 现在求职者对主管说这句话 如果办公室的地板有个洞的话 主管真的应该钻到洞里面躲起来 如果洞太大的话 也许应该找个泥水箱把洞补起来 好 拜科技发展之次 电脑成了许多办公室 不可或缺的一项标准配备 其重要性呢 与厕所相比 不好意思这段号好像已经说过了啊 不没关系 反正对我来讲 刚才写本子的时候呢 在电脑上把这个已经打好的文字 重新复制一遍而已嘛 花不了多少时间了 好 我们略掉 正因为这样子的方便性 电脑成为办公室中一项重要的身材设备 然后大家似乎没有注意到 科技的背后其实是有隐忧的 许多人往往靠着一只滑鼠 就可以在电脑前坐上十几个小时 从头到尾似乎只有食指在运动 这种操作模式如果一直不改几个世代以后呢 我们后代子孙的食指 可能会变得特别的发达咯 其余食指则日渐萎缩 这样子的话哦 他们看起来就会有点像 像那个谁啊 ET的 是不是 但是不会像ET的手指那样发光了 除非我们后代子孙呢 流行在这个食指上面 涂这个荧光剂啊 作为装饰 你的食指为什么特别发达啊 都是我的祖先不好 他们在办公室里都用一指神功打电脑啊 不 他们在办公室里用食指挖鼻屎 嘿嘿嘿 有的人习惯不是很好啦啊 喜欢边打电脑边挖鼻屎 或者边打电脑边吃东西 如果是在家里呢 这倒也无可厚非的啦 然后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得小心咯 告诉大家 我的一位同事就是因为这样子惹上的麻烦 不但丢了工作还吃上官司 哎 你也许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原来啊 他呢 他呢 一边打电脑 一边吃巧克力 结果一不小心把键盘上的这个A键 就是ABC的A键给吃掉了 其实也不能怪我 那个同事笨 他吃的是那种一排一排一排的那个巧克力 有没有 看起来就很像 就跟电脑键盘差不多嘛 对不对 差别只是在于巧克力上面 没有印上英文字母啊 跟那些注音符号啊 跟那些有的没的啊 他就不小心 就把A键盘给吃掉了啊 老板呢 因此控告他 轻吞公司资产 轻吞啊 不是吞啊 只是轻吞啊 这件官司后来呢 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了 但是相信经过这次事件 我那位同事应该已经割出了 他这个坏习惯啊 边打键盘 边吃巧克力的坏习惯咯